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以及全球新闻看点 俄州发现两种 源起美国本土新冠肺炎突变病毒 俄亥俄州的研究人员今天表示 他们发现了两种可能起源于 美国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新变种 研究人员说 与首次发现的英国病毒株一样 美国的突变病毒更具传染性 但似乎不会降低疫苗的有效性 美国新冠病毒死亡数 直逼二战时期牺牲总数 美联社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美国因COVID-19造成死亡人数 已超过38万 直逼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死难总人数40.7万 可见其严重 美国目前的确诊人数 已超过2280万 落线上周末扫荡地下派对 以违反新冠禁令 拘捕182人 落线警局在上周六晚时 对两个地下派对进行扫荡行动 一共逮捕了182人 落线警局表示 他们将继续取缔 洛杉矶县内所有地下派对活动 来降低新冠病毒传染的风险 Airbnb取消第四地区下周所有订房 加强就职为安 Airbnb发言人表示 取消并禁止大华府地区下周的所有订房 避免总统就职典礼期间 华府安全隐患升级 联合联邦呼吁民众 避免到华府官吕的建议 另外曾在国会暴乱中 被捕或遭指控的民众 将被禁止使用Airbnb的平台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